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时南 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 有不少听众朋友抗议说 宋老师,你唱得实在是太恶心太难听了 我说主要是因为那歌恶心 当然我也有意的恶搞 我本来唱歌也没有那么难听的 今天亡羊补牢 在节目的结尾处呢 我会给朋友们唱一段 来展现一下我相对比较真实的 卡到K水平清唱哦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讲自拍 有新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以前我讲过点赞 微信点赞 微信点赞和微信自拍 可以说是现在所谓的 社交媒体中的两大最热门的现象的 当然有人呢很反感自拍 像比如说 挪尔我塞一下自己自拍的照片 就会有朋友愤怒的在下面留言说 你要脑放你自拍的照片 你不自拍会死啊 不自拍当然是不会死的 不过呢自拍倒是有可能死哦 据华顺顿邮报 1月10几号的一篇报道 整个2015年不完全统计 全球因为自拍而死亡的人 有27个人 其中呢一多半都在印度 印度是自拍死亡大国 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 印度的总理就非常爱自拍哦 根据这个报道呢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 印度人真是用生命在自拍呀 用生命在自拍呀 他们因自拍而意外死亡的人数 居全球首位 在去年的前九个月 印度因自拍死亡的人数 比被鲨鱼咬死的还多 是12比8 自拍死的12个 被鲨鱼咬死的只有8个 所以以前人说 磕震猛鱼虎 现在我们可以说 自拍猛鱼杀鱼 像我以前有一本书 还写的不错 也卖的不错 叫十三亿种火法 现在我看到印度的 不幸的自拍者的死亡 那可真是12、3种死罚 像比如说 有印度人在飞驰而来的火车前自拍 然后挂掉了 还有哥们在船上野餐的时候自拍 结果船翻了 其他人逃难 坐救生艇 或者是穿上救生衣 这位自拍的哥们呢 遇难了 更搞的是 还有印度哥们 在悬崖边自拍 风景这边独好 天生一个 仙人洞 无限风光 在显风 结果呢 在悬崖边自拍 却因为泥土松动 然后呢 就摔下了悬崖 也死亡了 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这个在风景 优美的河边自拍 是落水的 等等等等 所以印度去年 有十几个人 自拍 身亡 而其他呢 还有十几个人 怎么死的呢 也五花八门的 巴基斯坦也有人 在火车前自拍 被撞身亡 更离谱的是美国 美国有一位飞行员 她忙着自拍 结果导致所驾驶的 小型飞机坠毁 飞机上的两人 全部身亡 去年 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女性 也非常疯狂 她用手枪指着自己头 自拍 半裤 拿着手枪 顶着自己头 但是这位姐妹呢 俄罗斯姑娘呢 俄罗斯美女 她的手枪里面有子弹 她是拿核枪实弹的 真枪指着头 玩自拍 就自拍的瞬间 可能由于同步吧 这只手干 手机的拍照件 那只手呢 也同步的抠下了板击 枪子走火 不过这个姑娘 比较幸运 她大乱不死 受了重伤 她算自拍 死亡未遂的 她不是要自杀 她只是自拍 她才不想死呢 俄罗斯呢 还有几个小孩 就不幸了 他们是在 电车的车厢上自拍 不小心触电而死 然后还有一些 稀奇古怪的 比如说在西班牙 著名的奔牛节 我们知道西班牙 斗牛市啊 有奔牛节 有一个男子看见 哇好壮观 牛跑了跑去的 人跑了跑去的 五花八门的 卡门 漂亮的西班牙美女 奔放的红裙少女 还有英俊的西班牙男子 纷纷的在奔牛节上狂欢 当然还有肌肉有黑 喷着出气 甩着蹄子飞奔的 大黑牛 这个男子呢 就玩自拍 先把自己 和这些长鸡 框在一起 结果呢 被一头奔牛顶死了 去年呢 有二十几个人 因为玩自拍 而死亡 所以呢 就有专业人士建议 自拍有风险 自拍需谨慎 怎么样的安全自拍呢 比如说第一 你的脚 要站在坚固的地方 像什么沼泽地啊 像什么河岸边啊 悬崖边啊 最好就不要站在那儿 自拍了 或者即使要自拍 也先描一描 你所站的地方 是否足够安全 那是第一 第二呢 不要在危险动物旁边 摆pose 有奔牛啊 有动物园的老虎 你把你投资到龙子边 要不跟他自拍啊 等等 当然也包括 你的妻子 嘿嘿嘿 如果你的妻子 是母老虎的话 嘿嘿嘿 这儿可能很多 女性主义不满了 不过这只是开玩笑的 即使女性 她要河东湿吼 要是母老虎 那她也是非常野性性感 令人尊重 令人喜爱的 母老虎 是指女性 觉得不是危险动物 好我们说回来 安全自拍 第一 你要选好兼顾的 安全的地方 第二呢 不要在危险动物旁边摆pose 第三呢 你也不要在危险的环境 比如说你所处的环境 旁边有什么电线杆啊 电车啊 火车啊 这些也最好不要自拍 第四个呢 你不要站在枪口下 像俄罗斯姑娘那一样 或者是咱们哪个军队的哨兵 一高兴的我为诸国什么什么 站边关 就拿着枪就要自拍 也可能走火 最后呢 如果你所处的地方 需要提高警惕 或集中注意力 也不要自拍 比如开车的时候 当那个开飞机的哥们 是更需要警惕 和集中注意力的 都请不要自拍 所以朋友们 自拍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这有时候成立于拇指事件 就是手机用拇指按的事件 有时候会带来危险 其实不光是自拍了 像现在有很多交通事故 也是跟玩手机有关 有些人呢 是自己步行 穿马路的时候玩手机 哐探过来一个车 把他撞飞 有些人是自己开车的时候 突然手机响了 或者突然手机的微信 或者短信有提示 就拿来看 甚至我还见过 在红绿顿的时候 有哥们在那打游戏的 红绿顿变得是半天不启动 这些都非常不好 我们说完了 怎么样安全自拍 还有一些风俗也要注意 在有一些地方自拍呢 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比如说在伊朗 伊朗足球运动员 就是禁止于女粉丝自拍的 实际上呢 在绝大多数公共场合 伊朗的男性 都不能与陌生女性 去莫名其妙上去自拍的 他不像在美国 或者是在我们中国 中国你去跟陌生女的去拍 他最多骂你成臭流氓 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伊朗是禁止的 再比如说 在伊斯兰事件的国家 如果去卖家朝圣 也是禁止自拍的 他们认为是对宗教的亵渎 你不能去朝圣的路上 一边苦行 一边在那里拍 然后发到朋友圈 看我在朝圣了 看我在当苦行生了 这是禁止的 还有呢 比如说在中国 有些地方禁止自拍 比如在故宫 你用手机拍自己 好像问题不大 但在故宫是不准用自拍神器 就自拍感自拍的 总之呢 我们要注意 在蛮多的公共场所 自拍 有些是有规定 有些是礼仪 也不一定那么妥当 自拍也要选择时机 选择地点 那么人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自拍呢 自从有智能手机以来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自拍了 去年 哈佛大学的校长 福斯特 他在2015年的 哈佛大学的一个毕业典礼上面演讲中 他就是以自拍为主题的 他认为自拍是一种 无休止的自我关注和不停的自我放大 其实就一句话嘛 就是自恋 但他把它说的比较学理化 说的是无休止的自我关注和不停的自我放大 而这呢 可能导致两个后果 第一 削弱对于他人的责任感 你只关注自己 但与此同时呢 第二 又造成对于他人的依赖 就是说 你一方面 你就他人漠不关心 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却又对他人很依赖 这看上去有点矛盾 其实不矛盾 简单的说 自拍导致的第一个后果 削弱对于他人的责任感 意味着你只关心自己 第二个结果 造成对于他人的依赖 虽然你只关心自己 但是呢 你将关心的自己 却置于他人的眼光中 你不断地秀自己各种各样的自拍 看别人点不点赞 看别人怎么回复 长期秀自拍 必然会造成 对于他人的依赖 那么这当然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你既对别人缺乏责任感 于是同时还要依赖别人 那这样的人 那人见人讨厌 对吧 你对我也不负责 然后你还来赖我 谁喜欢啊 当然了 也许喜欢自拍的人 不会同意这位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的话 爱自拍的人会说 自拍就是一刹那的自我欣赏 勇敢的自我欣赏 对吧 就像孔雀 面对色彩艳丽的对象 是会开平一样 自拍也不过是日常生活中 一瞬间的自我呈现 而自我关注也没什么不好嘛 我们的老朋友 王尔德早就说过 自恋是一个人 一生浪漫的开端 我在节目中至少 已经用过两三次了 我觉得他们说的 也有一定道理 当然我并不认为 自拍令人厌恶 可是呢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并不从削弱 对于他人的责任感 和造成对于他人的依赖 这两个角度讲 我从如何真切的 获取直接经验的角度来讲 自拍是令人惋惜的 什么叫获取直接经验呢 那就是你人怯生生的 跟人打交道 跟大自然打交道 跟物打交道 而不是间接的 通过虚拟事件 通过互联网 通过社交网络 通过微信 微博 Facebook 或者因此等等东西 来刷存在感 或者在虚拟事件中 获得一种虚幻的交往 比如说 一个父亲和自己的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 他却不肯沉浸在 他欢乐的笑声中 与自己的孩子嬉戏 而是拿起手机拍一下 儿子与自己的大头合影 还叫儿子摆拍 拍完了 发了朋友圈之后 自己干事情去了 然后小儿过来 哎烦死了 你自己去玩 如果是这样做的人 亲情在这种时刻中 就不是被自拍升华了 而是反而被自拍疏忽了 我们要知道 亲情的本质是什么 亲情的本质应该是被体验 而不是被炫耀 你去看到你的父亲 给你妈妈打了电话 那是一种很好的亲情体验 但是呢 如果你慌慌活起的 给你爸打了个电话 说两句挂掉 然后就忙着发微信 说我刚刚把他打电话 我们聊得很投机啊 怎么怎么的 那其实你并不是 真正在体验亲情 而是在炫耀亲情 这是跟人的关系 自拍可能让你 丧失很多宝贵的 直接经验 那么跟自然呢 比如说 当你在一个迷人的封顶中间 大海 青山 鲜花怒放 万物生长 梁春山月 江南草长 群云乱飞 鲜花生树 像这么漂亮的时候 你不肯尽情地用眼睛 去亲吻大自然的神奇作品 而是拿起手机 努力要把自己和海浪 框在一起 和树木框在一起 和鲜花框在一起 然后 哦耶 看上去呢 你用手机得到了海浪 树木和鲜花 实际上 你却永远失去了它们 因为你的注意力 在别的人 和别的东西身上呢 你并没有真正地享受树木 海浪和鲜花 你也并没有和别人真正地分享 海浪树木和鲜花 你完全在浪费 大自然的保障 赐予我们神奇的 美丽的风景 所以我以前写过片段就说 我说自拍 其实是对日常生活的轻度谋杀 我说的有点重哦 它其实是对日常生活的轻度谋杀 我们不断拍下场景 在微信或微博发送 收获一个又一个的点赞啊 评论啊 转发 但是人生的直接经验 却在这个过程中 变得轻飘飘和零碎 像我可以改一段 我的好朋友 本亚明的话 他有一段 论现代性的话 把它改了 我说在自拍中 与我们不可分割的某种东西 我们某种最放心的财产 被夺走了 什么财产 我们最不可分割的 和最放心的财产是什么 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自拍也是一种低层次的经验交流 但它不是高质量的 也不是高层次的 因为自拍几乎是单向的 也几乎是肤浅的 自拍只存在于拍和放出的那一刻 而且完全屈服于那一刻 他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 或者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但却在证明的同时 就失掉了这种价值 我就想起俄罗斯 有一位不出名 但非常天才的作家 叫尼古拉列斯科夫 他在一篇叫变石 就变化的石头的文章中写到 那过去的年代 那时候 大地腹中的宝石 和天空高悬的星星 还关系到人的命运 不像今天 无论天上还是地下 一切都变得对 我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了 任何一颗尚未发现的星星 都在关系 吉祥或者险恶 大量新的宝石被开采出来了 全都测了大小 称了重量 验了密度 但这些宝石新陈 不再像我们招式任何东西 他们与人对话的时代过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成立于自拍 自拍是一种无效对话 而现在呢 我们与人对话的时代也过去了 不只是与大自然对话的时代过去了 想一想 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反省 我们很少愿意坐下来 跟爱人 亲人 或者友人 面对面 眼睛看着眼睛的交流 就是有时候我们仍然会讨论很多东西 世界上一切突发的新闻 洪流般淹没我们的各种信息 但是呢 我们很少再与人谈论自己的生活了 就是说自拍本是为了记住生活 和向他人展示生活 但自拍往往却通向遗忘 自拍为了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存在 得到他人的关注 但往往显示的却只是价值低下的存在 或者说慌乱失措的存在 得到的也是廉价的赞赏 而且在日复一日中呢 还会依赖上别人的目光 不自拍就会死 自拍了没人看也会死 长此以往 我们的生活呢 渐渐被自拍殖民了 我们的心灵呢 自拍像死神一样 用镰刀割走我们生活中的玫瑰 却给荒草施肥 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培养我们 审视自己的生活 讲述自己的生活 然后与他人进行直接的经验交流的能力的时候了 审视自己的生活 讲述自己的生活 与他人直接交流经验 放下手机 尝试着不依赖虚拟的力量 不依赖数字的力量 数码的力量 而是用我们活生生的语言 我们活生生的手势 我们活生生的体温 情感和目光 来讲述关于生活的一切 当我们真正开始与他人进行直接的经验交流的时候 就连已经熄灭的火堆 他中间的灰烬也会重新燃烧 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我今天所讲的呢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自拍爱好者 你也尽管自拍 我只是提建议 而且我要坦白承认 我本人呢 也是一个轻度的自拍症患者 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资格来批评他人自拍的 当然我现在也在越来越反省 你是不是每次读书的时候 每次陪儿子玩的时候 每次去一个风光比较好地方的时候 或者是每次与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都要自拍 都要去秀一秀 秀是可以展示存在感 秀也可以让他人分享你生活的瞬间 但在秀的过程中 我们失去的也许比得到的更多了 好 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 开篇的时候 我承诺了来给朋友们唱一段歌曲 因为昨天的确实把很多朋友恶心坏了 心理的阴影面积是很大的 希望今天我的歌声呢 不要再继续为你们增加心理的阴影面积 不过没有信心 没准听我今天唱了之后 你们的心理阴影面积还更加的庞大的 本来还只是一个日本岛国的一个面积 现在变成了整个俄罗斯的面积了 好吧 我就简单地唱 唱一小段吧 你的脸庞 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 我拿什么条件可以把你遗忘 除非你遗忘 从一开始就不成 爱过对方 你的精狂 断血从朋友口中 传到我耳畔 我拿什么条件可以把你遗忘 除非你说 离开我里从不成绝的遗憾 拜拜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